攤販一個跨步向前追 眼看一整箱蝦子差點飄走 攤販們把漁獲越墊越高 一旁還有花枝飄在水面上 這台灣版的水上市場 就在彰化線溪溫子港 9月2號中午11點半 又碰上漲潮 水位一天比一天高 有攤販早早墊高 有的來不及 只能慢慢往高處擺 人家沒有在那邊移 大概會差幾層 不知道 這在逛逛的 因為有每個人站在那邊站起來 看他等到一個小時 對後之後才會下來 就怕水淹進雨鞋攤販 自己拿石頭 拿板凳 幫自己加高 颱風還沒來 這裡已經淹水 民眾逛市場還以為來到災區 有民眾苦衷作樂 站在攤販前 擺好姿勢露出笑容 直接現場拍照打卡 把水上市場當成網美景點 阿伯在階梯上很猶豫 想了想把褲管捲起來 皮鞋襪子都脫了 赤腳下階梯才買漁貨 都有雲 攤販們說原本看準颱風天前 民眾會出門搶買漁貨 結果漲潮淹水 大家在外面看了看就掉頭 從早上脫到中午都賣不完 我們中部就是怕這種的 如果從台灣北跟台灣南過去 這邊會有什麼影響 台風過去的話 你看那個船都不會在這裡 船都開進去 業者說以往六日週末 一天基本是三萬營業額 現在到下午都只有三千塊 剩下以往十分之一 業績相當慘 海鮮不能放著 只能促銷打折 減少損失 TVBS新聞陳志忠將軍許又翔 彰化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